意見回應的部分 那發言的順序我們剛剛從6點半開始 就開放民眾來登記發言 原則上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呢我每一個人 原則上規定的部分是在3分鐘 以及發言次為原則 那我們也會深入大家的書面意見 那如果現場沒有發言到的民眾意見的部分 我們一樣會作為書面的資料 納入會議記錄 待會兒呢在8點半的時候 民眾意見的發言跟回應結束之後 我們在現場也有邀請專家學者與會 那這個專家學者的部分呢 做了一個說明之後 今天的這個公聽會的一個流程的部分會做結束 大概就先跟大家報告 今天流程的部分是這樣子的方式做進行 那等一下就麻煩大家先就坐 那待會兒的部分呢 我們會依這個程序的方式來做進行 好 那我們那個市長已經到場了 來 市長今天坐下 謝謝 那我先介紹一下現場好的 我由議會貴賓 首先我們邀請今天 除了我們的各級搜集代表之外 我們也要在市長來 Rock 見て 醫療藏照射中間 好 那我們先歡迎陳立輝 陳議員 謝謝 那我們今天到場的這個關心這個議題的這個理想的部分 我們歡迎蔡貴欽 蔡理長 曾傳達 曾理長 林美君 林理長 林秀昌 林理長 蔡芙來 蔡理長 還有那個 黃俊龍 黃理長 吳劍德 吳理長 賴慧珍 賴理長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場還有那個洪建議 洪議員也到現場 那另外呢 我們在現場的部分呢 也有邀請到一些專家學者的部分 首先是 曾光中 曾委員 謝謝 黃台生 黃委員 孫一信 孫委員 謝謝 那我們現在按照流程的部分呢 是不是先請我們都發局來做今天的一個說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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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還漏了介紹一位很重要的來賓 我們的姜世雄 姜 結構技師 他就是三個月前跟各位保證這個地方支持安全的 所以今天市府 市長帶著市府團隊以及社會學專家 住宅專家 交通專家 結構專家 這是我們第七次來 還會再來 公共住宅在台北來講很重要的一個指標性的任務 我們會越做越好 已經可以看到了 這裡面呢 跟各位的印象是不一樣的 他是優質住宅 另外也跟各位說一下 台北人很幸福 台北人的公共住宅的單位造家 是高品質的 他的平數的造價是可以做得出豪宅 台北就用豪宅的心境來做豪宅 在東明正在動工 在興隆已經完成 還有健康路 各位很快的在明年這個時候 你至少可以看到兩千戶的成品 這裡面不是影像的照片 這裡面是真實的照片 我知道今天各位關心很多事情 但是我們先看一個最基本的住宅的品質 各位絕對可以相信師父團隊要做的這些事情 一樣這個不是雜誌上剪下來的 這個是高品質的一個住宅 就是現在 韓 韓管理 跟各位說明一下 師父將會成立住宅處 現在的五顆六顆七顆不夠 住宅處我們就要像新加坡 像韓國一樣 我們的目標要達到百分之五 目前是零點六八 還有一個很大的距離 看看這裡 各位六點五公頃 了不起的一塊地 看看眼前這個呈現 方案一二三四五六七 今天帶來的是第七個方案 市長跟市府團隊 非常珍惜這個難得的六點五公頃的這個地 同時跟各位講一個好消息 捷運站將要動工 這個是兩個星期以前的事情 好 這張照片我們多花點時間 因為我聽到了 而且聽到超過一年的時間 就是公園 各位我們真的要面對一個台北都市計畫室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光筆 好 中間這條計畫道路 各位知道已經開闢了 計畫道路以北 在兩年以前 有社福設施跟公宅 可是這條計畫道路的 南邊 各位知道 也只不過是八年前 各位八到十年前 曾經有一個博德 希望用全區BOT 但是那個案子沒有成 大家都知道 然後到了三年前 我現在談的都是史詩 三年前 市府當時想要這個L型的D 是另外一個小一號的BOT 沒有成 各位談到的這個公園 1.61公頃 就是這個L型的 當然 我們知道它是公園 可是在都市計畫史上 它的歷史並不長 心目中是否從第一天 承諾各位的是所有的綠地的比較 是五十年歷史的廣詞 這個是個很清楚的承諾 沒有住人 好 失業不是公園嗎 然後呢 比機長一年半是機長嗎 我要說的是 從這個事實 我們今天看到六點四公頃 給我時間 給我們時間 我們包含各位 我們來看說 其實很清楚的 從容積四百五到三百五到三三七點五 一直到四十八小時以前在市府的記者會 市府很清楚的做了一個重要的承諾 容積不再是三百五 再看這張圖 1.35加上0.5 加上二十公尺的開放空間加十五公尺 打個比方 什麼叫做二十公尺的路 各位那是中波南路 那是南港路 很寬的路 我清楚的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不是用騙的 今天到新加坡 你找不到一個社區裡面的通路 其實它是綠帶 是二十公尺 各位 仁愛路夠厲害吧 仁愛路沒有十五公尺的帶狀空間 這張圖是市府非常專業的一個承諾 它是市府超過六個局處 十八個月做出來的好空間 看空間 不看單向 我們看全部 同樣的 看看一百零四年七月三百五十 這個是市府的 都委會通過 但是幾個月之後 我們了解 對不對 我們了解各位 所以我們在一百零五年的四月 呈現的時候已經到了三三七點五 各位三三七點五怎麼來的 是二二五 就是現在各位的容積率 你們住的地方二二二五 如果你都跟二二五乘以一點五 那是三三七點五 市長在去年十一月十一號承諾了 我們都一樣 因為我們是一個我們 就是二二五乘以一點五 那是三三七點五 但是各位的心聲 又聽到了 從議會的要求 到民意代表的要求 到所有里長跟意見領袖的要求 我自己都在陳議員的辦公室好幾次 里長們也說 我們的希望 我們今天真的有做到 我要講的就是說 後來到了三百 三百是一直到四十八小時才說的 但是他不是電腦憑空一個按Enter就出來的 他是市府超過六個局出 超過一年做出來的 好你來看這個事情 我們這個時候已經很清楚 通不了 好 各位我剛才說 我們在很多藝人的辦公室在討論這個事情 有哪些是大家不喜歡的 有哪些是大家喜歡的 還有一件事情 我跟各位 我可以非常驕傲的 從一個台北人的角度說 這個案子做成 這是全亞洲最棒的一個社區 這個叫做混居 這個叫做共融 好我們怎麼做到 紅色是社區商業 從星巴克到鬥牛市牛排 到Net賣衣服的 到買名牌包包的 都是在這個社區裡面 其實BOT是個假象 真正要的是一個零街面的商業區 我們做到了 然後 這裡全台北沒有 它有行政區 就是區公所 它還有辦公室 它還有圖書館 就在這塊地上 各位 除了公園之外 這裡有好的綠地 我們有很多好的附屬設施 同時 台北人有一天會 因為這個地方 走路有風 驕傲 這是我講的混居 混居還包含弱勢 廣詞它的記憶裡面 有收納弱勢 今天我們從長照到社福都有 但是怎麼混居呢 各位你可以看到 在社福的規劃裡面 我是不是要對哪一個地方 這個遙控 好謝謝 各位可以看到 剛才的基座整個做出來之後 每一個區域都有空中花園 各位還記得嗎 這邊的住宅 曾經高達12棟 現在有幾棟 1 2 3 4 5 6 6 棟 我們增加了什麼 我們增加了開放區域 看到這一個階梯式的社福設施嗎 這個在設計上是什麼意思 跟各位說明一下 你走在路上 剛才的紅色區域是商業區 然後社福設施階梯性的旋轉 它靠內院 然後等一下的影像各位可以看到 都是空中花園 空中花園的意思就是 你回家的時候 你是住戶 你搭你的專用電梯 到了空中花園 那個空中花園 就是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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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回家 社福一樣 因為要照顧 社福設施 它大部分在地面 我跟各位說 新加坡人 首爾人 都做不到 一樣的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直接帶到影像 右下角你可以看到所影圖 四邊 林口福德大道跟84項 我們每一個影像在說 我們怎麼做到 以這個來講 這個地方是社福 所有要被照顧的市民 他住在二樓上 這裡是各位天天路過的商業區 但是這些要照顧的社福設施 他自己有自己的中庭 這個是一等一的規劃 新加坡都沒有 今天早上 我們邀請了韓國新加坡的專家 討論都市更金 討論公共住宅 新加坡人 韓國人 都說好 同樣的 這個地方好在哪裡 區公所就在你這個區域 而且還有圖書館 我講一個工程細節 圖書館其實 如果要省事千萬不要改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住宅每一個米平方的載重是250公斤正常 可是圖書館是600公斤 表示造價是兩倍半 這是市府的承諾 也就是說這個建築物的造價 是正常公共工程的兩倍半 恭喜各位 這裡有一個圖書館 一樣我們從福德街 南朝北 我跟各位說 你知道這個地方有多大嗎 有人說它不是綠地 有人說它不是公園 我清楚地邀請各位等一下來到這裡 它有多大 它比一個足球場還大 這個是尺度 它是公園 然後呢我們看人的尺度 有時候看這個模型會誤解 因為這叫鳥看圖 是鳥在看的 可是人在走的時候 人的尺度是不一樣的 各位我們就是告訴各位說 這裡是什麼 好的商業區 好的公園 但是它容納了社福跟住宅 一樣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地方是社福設施的空中花園 有時候他們不必到地面上來曬太陽 它在空中曬太陽 同理可見 如果你住在這裡 你是經過這個公園回家的 你是經過這個公園回家的 這是好空間 我們談 看這個八個字 退縮的車道出入口 交通局長到了 他等一下會跟各位說明 你知道我們要用這張圖來說什麼嗎 我們在自己的界線裡面 再退八公尺 多了一個車道 為什麼 你絕對難以想像 這個案子做好以後 它的交通的品質是 A級 B級 C級 為什麼 這就是都市設計的奧妙的地方 我們在自己的基地推縮 我們要的是交通的品質 好 請張局長謝謝 抱歉 抱歉我剛才 接著到針對交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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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